这次周宇彤可谓是真正的火出圈了 而他是如何从韩戏白月光走到今天被拳王审判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考古一下 不得不说周宇彤真的挺会挑剧本的 虽然没有大包剧 但是角色设定都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早期形象很寒 在微博上营销穿搭 走时尚达人的赛道 所以之前攒了很大的路人盘 而且跟不少现在大火的男艺人 在他们不火的时候都有过交集 甚至在鸡圈还有一点热度 但是这些滤精在上了一次花哨六后 就全部被打破了 我们先来说第一阶段 13年时周宇彤据说是在大学里被星探发现 然后通过巴拉拉小摩仙的大电影进入了娱乐圈 15年时在陆汉和杨子山的电影里面 出演了一个乐队女主唱 戏份不多 但是漂亮高冷的学姐人设 还是引起了一些观众的注意和好感 同年爽子和景博然主演的电视剧 《相爱创梭千年》也上映了 周宇彤演的是位痴情女侍卫 可以说是白月光版的角色吧 这一年还播了一部剧 是饶雪曼小说改编的《会痛得17岁》 这里面周宇彤演的是一位人格分裂少女 本体是一位文静又乖巧的好学生 但是因为从小秃头 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 就分裂出了一个不良少女的人格来保护自己 很有青春疼痛文学那味 而到了16年要注意了 当时爆火了一部单美剧 周宇彤在《上瘾》里面出演了白洛音的前女友 热度虽高 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剧最后也只播了15集 正好卡在周宇彤出场 戏份也就一分多钟吧 到了17年网剧爆发的时候 周宇彤也开始担当女主了 在接连出演了两部网剧后 终于等来了她第一个有讨论度的热剧 《寒舞记》 她演的唐印是那种情商高 都是性格又很接地气的人设 剧外还有人说她长得很寒 像寒笑周 18年在《来自海洋的你》里面 演的是一个人鱼公主 角色挺贴合她当时的气质 脸颊还带着些肉 五官没有什么攻击性 所以至此就形成了周宇彤1.0的古早荧幕形象 寒细清冷白月光 热度虽不高 但也增加了一分神秘感 接下来第二阶段 婴儿肥逐渐退去 也开始了不断试水 从小白花向都市立人转换的阶段 同时微博上穿搭达人的人设也立起来了 19年 《松大之一》在湖南卫视紧急开播 虽然这部剧有口碑有热度 而且照见事业性女主的人设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但是群像剧对于演员个人的加成并不是很明显 20年跟龚俊出演的都市言情剧 从结婚开始恋爱 两个人那时其实都没有啥真正的知名度 所以营业阶段都是深度捆绑 剧外也是各种甜蜜的小物料 狠狠地圈了拨CP粉 剧在芒果站内播的也不错 不过这两人私下相处的到底怎么样 可以来品一品龚俊在收到周宇彤送的生日礼物时的反应 龚俊可以说是完美的演绎了 当你开心的拆开礼物 发现是女同事送了一副他自己的剧情写真 内心失落又要强装欢喜 一脸迷惑又要不失礼貌的去表达谢意 到了21年又上了很多部现代剧 其中成绩最好的一部就是我在他乡挺好的 人设是草根出身在北京打拼 剧本本身就很不错 不过有趣的是男女主的CP不火 反倒是都在刻周宇彤和孙谦的CP 而周宇彤从这时候也开始在鸡圈有了些地位 往后还流传着周宇彤后宫到底有多少人的传说 和爱和别人贴贴采访里面也总cue到别人 感觉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其实早在京竞这里就已经遭受到了花天 周宇彤就挺疯的吧 他老纠缠我 我以为工作结束了 大家就各安天命 我那么平凡地约他 想见他 也是因为就是想忘记他饰演的那个恒定 想更多记住他本 老就给我发一些微信 然后问我过得好不好 感问谁会想在休息日里见到自己的同事呢 接下来是第三个阶段 都市丽人 周宇彤在完全褪去婴儿肥 没有韩戏的滤镜加持后 清冷感瞬间变成了冷漠与精明 不笑的时候有种不易接近的感觉 担当女主的两部都市剧 爱情而已和春色寄情人里 男主已经是吴磊和李宪 这种有很大粉丝基础的流量生了 题材也都不错 但还是有口碑没有大爆 而在今年播出的半熟男女里 韩苏一角更是巩固了他目前都市丽人的形象 不过去年二三年还播了一部剧 就是宋大志二 虽然宋大志一给二攒了一波热度 但这回赵姐用的是原声 对比之下周宇彤的短板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声音不稳 台词还黏黏糊糊糊的 周宇彤上的真人秀比较少 在花哨之前的课件也就只有宋大志的团宗 当时在看完后的感觉就是 周宇彤大大咧咧的会Q人控场 但是做游戏的时候 又有种智商不够用的傻大姐的感觉 而且她的口中 总是会蹦出一些让人很迷惑的话 来我背你 你别背我了 你 你养我 你什么 你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养老你没听过吗 养儿防老我养你包我了 这在有的人看来 会觉得只是为了活跃气氛的尬聊整活 但另一些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茶香四溢的 Seattle之前说 演员大红之前都要历劫 上一位被拳王审判的王楚然 今年已经凭借柳州记口碑逆转了 那周宇彤又会不会逆风翻盘呢